《与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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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姐妹大家好 来到我们每日与主同行的第五集 这一集我给一个题目 就是要警惕不顺 警惕不顺 这个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一道八字 这段圣经里寄了一个坦子 是被耶稣来医好的 这个坦子是怎样来到耶稣的面前呢? 原来他有几个好朋友 就将他抬到耶稣的面前 然后求耶稣来医他 耶稣见到这个坦子和他的朋友 是怀着一个信心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耶稣就愿意去医这个病人 不过耶稣在这个医坦子之前 祂说了一句说话 祂说你的罪赦免了 那为何这么说呢? 是因为原来这个坦子之所以患病 是和犯罪有关联的 所以当耶稣要医好他之前 先在他的心灵上赦免他的罪 宽恕他 然后他身体的病才可以得到医治 在这次耶稣医病的地方 是一个加白龙的地方 圣经的描述就是说 耶稣来到自己的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耶稣长大的地方 没错是在拿撒纳的地方 不过当耶稣长大之后 他就离开拿撒纳 他就去到选择加白龙 作为定居的地方 所以耶稣在加白龙 对很多的人和环境都很熟悉的 那这次耶稣医好这个坦子的过程 也都不是说很顺利的 因为去到中途的时候 当有些民事听到耶稣说 你的罪赦免了 他们非常之不服气 他们不肯去相信 亦是群起的 要去攻击耶稣 说耶稣你不应该这么说 你说了一些很狂妄的说话 你怎样可以赦人的罪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民事是很熟悉旧约的 很熟悉摩西五经的 他们认为 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 有权并赦罪 除了神一位之外 所以他们非常之不喜欢耶稣 觉得他说了一些很狂妄自大的说话 但是耶稣在他们的面前 真的医好这个坦子 其实是要让身边的人 大家都知道 原来耶稣是有赦罪的权并 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他是有赦罪的权并 不过那些民事仍然都不肯相信 也不肯接受耶稣是神所差的尼赛罪 所以他们的损失是很大的 他们看不到上帝的奇妙作为 他们看不到上帝大能的医治 更加也不会将荣耀归给天父 但相反你发觉这个坦子 和他身边的朋友 和其他旁观的人 却看到神迹的出现很惊讶 他们相信耶稣是神所差的尼赛罪 以至他们能够将荣耀归给天父 所以各位特显姊妹 在耶稣医治工作里面 我们要警惕自己 不要存着一个干硬 不肯相信的心 一个还紧不肯相信的心 他在灵性上蒙受很大的损失 我曾经认识两个兄弟 都是很不肯吸毒的 后来进来我们福音戒毒村 都一起接受福音戒毒 住得没多久 可惜哥哥就离开了 他受不住毒品的隐忧 就离开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位离开的哥哥 很快就出去再吸毒 再沉沦于毒海里面 也过着一个非常痛苦的生活 相反 留在村里面那位弟弟 因为他愿意接受 相信耶稣做救主 所以他在村里面 愿意去学习圣经 学习宿灵的教导 来慢慢地建立他的属灵的生命 转化他的过去一些不好的行为 结果这个弟弟在村里面 就成功来接受了福音戒毒 以至他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他也不需要再被毒品 来捆锁住他们 所以在这个事迹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相信和拒绝相信 不肯相信的人 他的分别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天渊之别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常常都要警惕自己 也要提醒身边的人 不要抱着一个不信的心 所以今天这个课题 根据就是在第九章的第八节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 众人看见都惊奇 就归荣耀给神